在律师陪同下走出台北地检署 他是可乘科技董事长洪水树 因为涉嫌内线交易 遭检调人员带回约谈 同样被约谈的还有可乘科技总经理 就是洪水树的弟弟洪天四 两人被查出在2020-2021年间 涉嫌两度在公司宣布买回库藏股 重训公告之前 就透过亲友事先买进股票 不把获利高达上千万 洪水树等人公称 是因为家族企业会定期买股票增加股权 否认内线交易 经过一整晚漏页征讯后 洪水树被检察官预令一千万交保 地位国宿美三百万交保 其余五人则是五百万交保 不到一小时家族就凑满两千八百万宝金 财力相当惊人 可乘科技过去是iPhone iPad金属机可供应商 号称苹果概念股基优胜 更曾经挑战四百元高价股 现在却卷入内线交易移云 公司18号晚间发布重训强调 将全力配合检掉单位调查 且营运皆正常 对财务和业务均无重大影响 希望能挽救股东信心 三连新闻林中线 甲亨明杨新宜台北上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